好,本期视频我们来修一台华硕的ROG笔记本 这是一台华硕的换14 这个不是国行啊,所以虽然说在宝 但是问了售后也是不受理的 先来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吧 先接电 插电电流0.38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电流有点奇怪啊 你说它是代机电流吧,它有点大 说它是充电电流吧,又有点小 而且它在反复跳变 一上一下,先是0.01 然后又变成0.38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自动上电 然后缺电压了 所以电流才没有上上去 在反复的重启啊 直接拆开后盖 主板是一个大红色的主板 还是一台没有修过的笔记本 主板上面的标签还在 没有被捅破 它这个CPU原厂用的就是液晶的上热 原厂就是配的液晶 显卡就是普通的硅脂了 整个主板光朝那边很干净 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 刚刚进进 一层不朗 连灰层都没多少 EC应该在这个下面 这个是瑞隆的处理器 没有南桥 没有北桥 只有当当的一个CPU 先给它裸板接电 看一下电流 好嘛 还是跟原来一样的电流 反复重启 这个电流也是上窜下跳 上到一半就上不去了 然后又掉下来 0.38的电流 应该像是缺控电了 这个板子也修过好几个了 正常它的电流跑起来的话 可能可以达到两三昂的 先来测一下这个板子的供电吧 35V肯定都正常了 35V都没有的话 是不会上电的 35V都OK 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也有了 这个是显存的 显存供电也正常 这个电感是1.8V的供电 1.8V也有了 显卡的核心供电也正常 这个电感没有电压 是CPU供电 哎呀 原来是没有CPU供电 仔细测了一遍 确实是没有CPU供电 换二节光档 来测一下CPU的阻值 CPU供电的对立阻值 居然是0 这个阻值有点低了 这款笔记本我修过 它的阻值不应该是0的 难不成是CPU坏了 这可是R9 R9内容最新款的一款处理器 用四波器来打一下CPU供电 看一下这个波形是否正常 这个波形CPU供电出来过 但是马上就掉了 看来确实是后端短路的波形 马上瞬间它就保护了 这个CPU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还有一个办法 烧机一大法 用可调电源调一个1V的电压 然后直接把这个1V的电压 加在CPU供电的电感上面 看一下它的电流能多少 一搭上去瞬间就是5A大电流 好吧 这个CPU确实是挂了 4189 CPU内部短路了 这个液晶我看了一下 液晶并没有侧落 防护的很好 CPU坏了 换还是不换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机组强烈 表示愿意换 这个电脑刚买来也没多久 是一修机 那一修机我就可以考虑给它换一下 如果是二修机的话 就没必要花大代价去折腾它了 但是这个电脑还好是一修的 为此我订了一个CPU回来 这个CPU是R95900H的 应该是 这个上面不会标它的具体型号 只会标它的6号 既然准备了换它CPU 直接把它的主板架上焊台 把它的CPU给取下来 OK 这个CPU我已经是拆下来了 CPU底下很干净 并不是液晶低到里面去了 CPU拆下来之后 把焊盘给清理一下 再来测一下对立阻值 已经不短路了 说明确实是CPU坏了 导致的这个CPU供电对立短路 好 把新CPU给它换上去 OK 那这个CPU已经是换好了 换完之后 再继续来测一下它的对立阻值 之前是0 现在是5 没有短路 5 正常 0 短路了 好 下面可以上电了 看一下 现在跑什么样的电流 漂亮 电流成功的跑了上去 但是 也才0.8 上电了 但是没有完全上电 CPU也有发烫了 但是没有跑码 这个是绑载内存的 正常情况下 它上电的话应该会有跑码 CPU供电也都正常了 1.1V 有种不祥的预感 虽然说不短路了 CPU供电也修出来了 但是不跑码 自然也就点不亮 哎呀 还是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下决定给它换CPU 但是没有一次搞定 现在换了CPU 不跑码 电流没有跳变 CPU是有正常发烫的 但是没有复位 不读BiOS 所以说 修电脑并没有那么多的 直接搞定 轻手秒杀 更多的还是反复拉锯 不停的折腾 这个电脑今天先到这里吧 也研究了大半天了 我感觉像是我换的这个CPU有问题 这个机制未亡待续 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看法 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哪里我没注意到的